歡迎回來 帶您看到前總統陳水扁呢 是在今天晚間出席了募款餐會 甚至呢是登上了基金會準備的小舞台 高唱歌曲大踩中間紅線 高歌一曲愛拼才會贏 呼應新書堅持 前總統陳水扁還有Anne或許 一連帶來三首歌 陳前總統出席凱達格蘭基金會感恩參會 不同於去年踏上肥皂箱 今年改登上小舞台 閃避台中間預計出的不上台 不演說不談政治不受訪四部原則 只是進場前仍有突發狀況 國民黨中央委員徐振文 台中市議員羅廷偉突襲嗆瞎 當場被警方架離 場外更有抗議和支持群眾 兩派陣營隔街互罵 還好陳前總統的心情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我看他是一點都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台灣是民主社會言論自由 那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主張 出席參會還舉辦簽書會 要去陳前總統 以一人堅目的強勁 心情縫鬆 要經濟 活著一位的肥皂 這個親愛戰略的經濟 從一開始的低調專注簽名 到走上小舞台一連唱三首歌 陳前總統在參會上是否已經越過紅線 台中監獄都會再評估 記者周錦吳香山蕭宇至台北蔡峰島